我們慢慢又學到用語言來保護自己 剛開始是用哭來抗爭 會講話以後就開始找理由 所以中國人特別特別是理由專家 你把杯子打破 打破就打破了 為什麼打破 杯子有油 也不是我打破 我才不會打破 我們一定找理由 來躺篩 來騙自己 打破就打破 其實小孩為什麼會找理由 多半是媽媽造成 我為什麼沒有怪爸爸 因為多半是媽媽在場 因為爸爸經常在外面忙 該死 又打破了 小孩就覺得我打破玻璃杯怎麼會該死呢 那你媽媽昨天打破一個為什麼你不該死呢 但他不敢問啊 他怎麼敢問呢 他就開始壓抑自己了 所以我們就造成一個觀念就是說 有一天我長大你們就知道了 就造成這樣一個很可怕的觀念了 所以小孩一大了他就叛逆了 一大了他就不聽話了 就是他小時候太聽話了 從小利用理由 編造一大堆的謊言 都是我們後天教育所造成的 小孩子打破玻璃杯你就告訴他 打破了就打破了 媽媽也打破過 我們要小心不要被他刺傷了 要小心把他清除好了 那小孩就很正常 沒有啊 大驚小怪 好像小孩做了天大的壞事一樣 他就開始有很多情緒負債了 那他一輩子都跟著倒霉 然後長大以後 看到什麼事情就找理由 所以為什麼反對我們講知識經濟 就是我們的知識 多半是拿來推卸責任的 我們很少用知識來解決問題 我們長期以來都習慣用知識來躺篩 不然我們怎麼會有偽藥 為什麼有假藥 為什麼很多食品那麼可怕 他找一大堆理由 我自己做不了 我只好委託他做 這是很正常的外包 而且他當時提出來的條件 都是符合的 然後加上三個針 沒想到 沒想到 他搞成這樣子 這就是我們很常用 從來小時候就開始了 就養成了 我們從小積累的這些不正常的習慣 經常揮之不去 揮之不去 揮之不去 所以我們不是抱怨老天 就是抱怨別人 我講得很明確 中文國人一旦檢討 就是把責任推給別人 他不會把自己承擔 他不會 實際上沒有效果 但是我們經常在用 那怎麼辦 我是提出很具體的方法 你看我當領導 我們開檢討會的時候 我很少說這個錯那個錯 我知道那沒有用 我知道那個沒有 只有使大家很不舒服而已 我一定會說 這件事情各位都沒有錯 是我的錯 我當初沒有顧慮得很周到 在過程當中 我發現以後 我沒有及時提出辦法來 我先承認我錯 然後看大家這麼反應 如果大家說 是 是你的錯 那我更應該檢討了 為什麼大家都說是我錯 要麼我領導有問題 要麼我平常真的是 太不關心他們 引起他們一致的對我的不滿 要麼就說真的是我錯 但是多半不是這樣 我發現一旦我把錯 攬在我身上的時候 大家就比較勇敢的敢承擔 說這個跟你沒有關係 這是我錯 那個人說這個也不是我錯 所有錯都出來 然後我說既然我們每個人 都分擔一部分 我們其實也沒關係 我們把這次錯誤 切切實實把它記載下來 以後不換就好了 就沒事了 中國人有他可以有效的途徑 但是不是西方那一套 不是西方那一套 你必須要先承認你錯 你只要說我沒有錯 是誰錯 沒有人敢承認 誰敢承認 一承認就完蛋了 你是逼著大家不敢承認 而不是中國人實不認錯 我們常常在做沒有效果的事情 就是因為你自己不會去調整 你自己的情緒先擺不平 別人沒有一個相信你 所以我們會先承認 你也不去看 你很想要照顧 你不去看 你不去看 你不去看